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爆发 延续会更加长 他说过去三年市民长期戴口罩没有接触过流感病毒 这波感染就会比较辛苦 死亡风险也可能较高 而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高也是问题 65岁以上的整体接种率是差不多51% 但其中院友打得很好 有八成的院友打了 但社区的老人家很明显很少人打了 每年那些北半球的疫苗到香港就是9月底 如果你是10月至12月打就最好了 因为你是可以覆盖到冬季的高风期 但现在因为模式转了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都未打的话 都不会太迟的 如果我们看回2023、2024和2024、2025的流感针的成分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当然一定保护作用 他强调打针之后即使感染都可以有效减低病发症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謙报道 律政司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博批临时禁制令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是讲清楚红线增加了客力 希望网络平台尽快交代何时会将相关的歌曲下架 上诉庭日前批出《愿荣光归香港》 限制发布《愿荣光归香港》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是禁歌 因为这首歌已经被武器化 利用作为宣扬港独思想 鼓吹作暴力等违法行为 禁制令有助增强阻吓力 很多人对这首歌其实就不太了解 有些人就觉得没什么 或者觉得都不是犯法 或者觉得人家捉不到我 什么都可以 不明白这件事是一个违反法律 一个很严肃的违反了国安法 禁制令的目的就是法庭讲得很清楚 现在用这首歌来进行这些 煽动性行为一定是非法行为 经常说红线在哪里 现在法庭讲证证证证 林定国引述上诉庭判词 说互联网流量带很多人都接触到 破坏力强有需要禁制令 但多个网络平台到现在 仍然可以搜寻到《愿荣光归香港》 林定国说前年开始已经和网络平台接触 要求将这个下架 当时就有平台质疑 没有相关的法庭命令 我们都是通知了 亦都知会了相关的一个网络的供应商 当然包括大家很关心Google 你说没有法庭命令 现在有了 真的要做 另外原来不是 不是 现在我做不到 我想我们也很好奇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呢 没有理由说有个政策 是需要不跟从一个地区的法律 或者法庭的命令 如果有难处 难处是否有人逼你 是不让你这样跟公司政革做 我都很想知道 是吧 所以我想我都和香港所有的市民 和我们真的所有中国人都一样 都是热切期待他们 你给个正式的回应 我们究竟想怎么处理 违反禁制令属于藐视法庭 最高可以判七年监禁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长期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开始到澳门 考察调研七天 澳门政府说夏宝龙将会了解澳门社会 和经济的最新发展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感谢中央政府长期对澳门的关心和支持 会妥善安排确保考察调研成功 夏宝龙去年5月也都曾经到澳门 考察大学博企 落区探望长者 参观资助房屋项目和长者公寓 又到政总座谈等等 期间高度评价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深圳楼湖区政府公布 未来将会进一步推进深港合作 考虑将香港东铁线引入楼湖境内 并且在楼湖口岸实行一地两检 只有一何之隔的深圳楼湖和香港 两地民众相成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常 楼湖区政府早前推出总面积126公寓的 四个集中年片区域开发计划 包括鄰近楼湖口岸的B1地块 当地政府计划将这一幅用地 打造成战略新兴产业 以及现代服务业的跨境合作示范园区 至于楼湖口岸也正是规划重建 楼湖区相关部门说希望和港府合作 将东铁线引入楼湖境内 实现两地一小时无缝陷接 楼湖区也会在其他三个区域 推动深港产业联动发展 在联堂口岸片区联动香港 布局供应链和跨境电商的贸易平台 对接香港杀链科创用地 协同布局发展 战略性新型产业 楼湖区政府又说 当地产业结构和香港高度相似 在金融、商贸等方面 具有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优势 无线电视记者秦雪宜报导 即将杰鵬成为总理的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王秦才表示 不会允许新加坡被任何支持台独的事业利用 又强调新加坡既不亲华也不亲美 一切是以新加坡的利益为首要考虑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王秦才 日前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 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已经结束 转向多极世界 而中美领导人早前会晤 有作稳定两国关系 但认为双方仍然存在怀疑和缺乏互信 潜在矛盾不会很快消除 需要谨慎管理两国关系 避免急剧恶化 否则两国和世界都要付出代价 又重新新加坡不是美国的盟友 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 既不亲华也不亲美 一切以新加坡的利益为首要考虑 希望美国谨慎调整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若果有关限制进一步收紧 导致技术体系的分裂 对新加坡、美国和世界都有害 对于美国要求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在限期之内卖盘 王秦才说新加坡也有世界各国的社交媒体营运 但不是其为国家安全风险 被问及一旦发生台海冲突 新加坡会不会采取应对俄乌冲突的相同措施 制裁中国 王秦才强调台湾和乌克兰情况不同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新加坡也都一样 反对台独 不允许新加坡被任何台独利用 但他提醒中国不要就国家利益过度脅逼其他国家 否则可能引起强烈反弹 51岁的王秦才 未来星期三会接替掌权近20年的李显龙 出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 早前有分析说他需要解决生活成本上升 住屋等问题 以及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 过去一年到澳洲的楼学生大幅上升 被指推高了当地楼价 以及造成房屋供不认求 澳洲政府将在一星期之内推出法案 限制各间大学招收海外学生的名额 海外的新生学子 每年为澳洲带来数以百亿澳元的经济效益 但他们近来都面对租屋难的问题 学生住宿难求 原因是留学生数目 已经反弹至超越疫情前水平 去年去澳洲的外国留学生 达到78万7千人 比2019年多3万 留学生生多被指导致澳洲楼市刺热 和推高租金的原因之一 澳洲政府将在一星期内 立法限制大学的海外生收生数目 如果超越上限 校方要为这批海外学生提供宿舍 政府同时会进行改革 以免教育界和中介机构为了牟利 揽收留学生自肥 导致教学质素受影响 同时导致假学生以学生签证去澳洲打工 澳洲国际教育联会欢迎改革 强调教育应该重质多于重量 但担心在学生签证费即将大幅增加之制 再限制海外学生收生数目 会令留学生大减 打击高等院校的财政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有时一会儿 稍后会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会继续积极吸引游客访港 包括中东地区的游客 陈茂波在网至感谢中央 进一步扩展八个个人游计划的城市 将为本港带来更多过夜的旅客 带往本地饮食、零售、酒店等市道 期望零售层面可以有更多刺激本地消费 和吸引访港旅客消费的时点 他说正积极开托中东等新市场 说来自海湾地区的游客消费力高 平均每人在港消费一万一千元 比整体高八成半 过夜日数也比较长 是未来值得重点吸引的高消费游客群体 而国泰航空今年第四季 将重启直飞利亚德的核运航线 有利两地更加方便交流 市面有不少积极的塑胶餐具 或者环保纸制餐具 不少人都会存起它再用 以免浪费 但有专家说可能会有健康的风险 首阶段走素生效几个星期 市面上积极胶餐具减少了 但不少家庭仍然保留着这些胶盒 有些我觉得硬正的那些 可以装到一些东西我们都会留下 陆小姐一家因为食外卖 每个星期会存起三四个胶盒 大部分会拿去回收 部分就重用 重用的次数我想都不会太多次 因为始终我都觉得自己未必会洗得百分之百干净 我始终觉得微波源 始终会释放一些物质 膠餐盒常见的物料是最永期 英文简称PP 无毒 内高温达100度以上 但有法学专家说如果不断重用 会有健康风险 你用多少洗洁精或者用多大的力 和多热的水 但是用得多通常都会开始有些损害 因为磨损了一个很平的面 就会变得很粗 很粗的时候就会刮很多东西出来 大部分最大机会是微膠粒 有研究指出人体吸入过多微塑胶 会损害心血管和肠道 至于纸制环保餐具 从拥有没有健康风险 亦都要视乎物料 这张纸用到有防水效果 就会在纸张阶段 就会加一些防水的添加剂 就令到纸张出来的效果 就是没那么容易淋 最普遍的防水的添加剂 叫PAE 它分解出来 就是两个东西 叫DCP和MCPD 这两个东西都是会治癌 环保署绿色餐具平台上的餐具 暂时未见到有相关治癌物质 但有188项子餐具 只是有52项 有提供添加剂在内的成份报告 王卓锋希望政府规定供应商上载报告 给市民参考 母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今天在国际护士节 有家庭一家四口都是护士 希望将护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这个护士世家 自愿都是照顾病人 郑国中和姚丽萍在40年之前 在九龙医院登记护士学校读书 相识并写结缘 结婚之后 生在一仔一女 大过之后同样成为护士 看到入行以来最难忘的事 姚丽萍说是2003年SARS的生死时刻 突然以来这样的疫情 也有很多同事已经病到 也都是由我的工作伙伴 变成我的病人 也有同事因为这样而 也都是犧牲了 在新冠抗疫的时候 反而明白前线需要些什么 更加令到有利于我去怎么样 去发挥我的领导 带领我的同事去抗疫 是即场要领导同事 在家里也要督促子女 儿子郑俊谦在十几年前到澳洲读书 现在在当地一间公立医院做事 而女儿郑詠希 就在大约两年半之前入行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成为注册护士 姚丽萍当时为了鼓励个女儿 将这个无价之宝送给她 她现在颈的那颗楼就是我30年前 我做护士的时候扣的那颗楼 我希望有带着的意义 就是传承 因为我们护士传承很重要 很开心 但同时都会觉得很大责任感 好像传承了一个使命 始终家人在这行做得好 很多人都会认识他们 所以有时都会背负一种压力 就是时刻要提醒自己一样 都要做得好些 勿忘初心 爸爸妈妈也都成为她的盲工足 加快熟悉护士的工作 她可能有时做错事的话 在上班的时候被上司闹了一锅 之后回家都被我闹一锅 可能她是享有这个 真是这个Double Benefit 今年的国际护士节 适逢是母亲节 身为女女有什么想说呢 希望她们活得开心 做得开心 如果她们觉得有一天想退下来 我都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我和哥哥都大 有能力去照顾自己 也有能力去支撑他们 国际护士战至1912年起 每年假5月12日举办 以表扬所有的护士 对医疗体系的贡献 以及鼓励他们规划未来的方向 母线电视机者艾鹏荣熙报道 印尼西苏门搭纳省发生洪水 至少37人死亡 多人受伤 救援人员冒着急流过河搜索 有没有人被困 受厄件尼诺现象影响 印尼今季雨季持续时间比往年长 多次引发洪水和山泥倾石 其中西苏门达立省 亚金圆和双鱼的丹那塔园 昨晚山洪暴发 加上雨水由火山带下来的冷溶岩流 对途径的地方造成灾难性破坏 多人死伤 百多家屋损毁 租据美国计划已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换取以色列平止攻击拉法士 俄罗斯说 牛污边境一座住宅大厦被污军导弹碎片击中 至少七个人死亡 企圣列为平凡港和香港其手切磋 又分享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大家欢迎 乙军继续向加沙南部拉法士推进 不过据报美国计划已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换取以色列停止攻击拉法士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凶杂持续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 造成几十人死亡 其中在南部拉法士 多地被移军战机襲击 至少13人上升 以方星期六再发出撤离令 要求拉法更多地区的居民 撤离去到人道主义区 救援组织无国家医生说 已经开始转移市内一间战地医院 最后22个患者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证实 将会继续在拉法士的行动 诱惑行动已殲灭几十个恐怖分子 并发现他们的地道和大量武器 不过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 仍然致力阻撓以军进攻拉法 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说 美国政府向以色列表明 若同意停止进攻拉法 将会向以方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包括哈马斯领袖的藏身之处 和地道位置等等 亦会协助搭建大型帐篷 从营地接收由拉法撤离的巴人 以及建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建设施 报道又说以色列保证在拉法市里面 大约80万个居民撤离前 地面部队不会攻入拉法 当地现在有大约100万个巴人 大部分是加沙北部战事爆发的时候 撤离去到当地 无线的司机长来梦山报道 美国多间大学的反战示威持续 部分大学举行毕业礼的时候 受到示威者影响 亦都有毕业生选择立场抗议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星期六举行毕业礼期间 有少规模反战示威 有人在校长克莱斯特致辞的时候 举起巴勒斯坦期并高叫口号 据报大约20个学生被带来现场 随即引起更多人起立 高叫口号 令到部分观众不满 同样举行毕业来的福吉尼亚联邦大学 几十个毕业生在州长杨金至迟的时候 离场 以示支持巴勒斯坦 获在场人士喝彩 那间大学上个星期准许警方入校清场 拘捕多人 引发学生不满 有学生团体发起静默退场行动 抗议扬金的政策 卫斯康星大学默迪逊分校的示威者 星期五和校方达成协议 同意暂时拆除示威盈地 换取接触负责大学投资管理层的机会 校方也同意增加支援 受到加沙和乌克兰战士影响的学者和学生 无线电视记者 何英权报导 回来本港 一个内地男人中午在狮子山攀岩期间 独牙不治 有攀山专家说 狮子山山坡有风发的情况 攀岩会有一定风险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中午在狮子山救援 事发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 一个三十七岁内地男人和朋友一行十人 在狮子山近丝头位置喷岩 期间失足墮下二十五米三波云岛 朋友报警求助 由直升机救起送往东区医院 最终不治 狮子山高四百九十五米 有多条行山径 包括物理号径 慰液信径 英潮山自然教育径等 在内地社交平台小红书 亦都有不少关于狮子山行山的分享 包括在沿岸峭壁打卡 在狮子山附近爬上峭壁 狮子山附近爬上峭壁 狮子山附近都有做一些很危险的动作 那个位置 好像我说 一不小心一滴下去就是深烟 那些很惠惊的 很惠惊的 狮子山真的危险 车点下来的时候 我很害怕的 我位高 所以我更加小心 我走过一步都看着 有攀山专家指出 狮子山有至少二十条攀岩路线 都是在湿头附近 过往发生不少意外 2022年就有一个男人攀山墮崖 一度昏迷 尤其是山顶接近的地方 那些岩壁 即那些岩的岩石是不漂亮的 因为它可能风化太久 和上面的岩墙的石室 甚至有时候雷电被砍过 那变成那些岩墙 就不是我们有时站上去都会移动的 所以我们在攀石的时候 我们见那些朋友 如果你上到山顶的时候 加倍小心 那些保护点 安卡点 即订索点 一定要做得好些 他建议不论是攀岩或者行山 市民游客最好找熟悉路线的人带路 确保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道 由企盛之称的维企大师聂慧平到访香港 分享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又和香港其手切磋 带大家看看 聂慧平上世纪80年代 在中日为企雷台比赛 取得11年胜 获得聂船风企胜称鱼 二年71岁的他近日到香港 更加落场献祭 一对三无难度 大会无透露赛果 但是参赛者说 有机会和大师对役已经算赢 他都有让我们站的 其实都是就着我们水平去捉的 我相信他 都感觉到他确实是非常之厉害 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维企确实是二学难征的 你要想成为一个 对人做人各方面 工作各方面能有其高 那赶紧去学学维企 提高你的精神文明素质 提高你的智商 聂慧平又出席论坛和私生交流 提起昔日和金融相处的点滴 一起吃过大集牌 也都和武俠小说大师祝奇 精神的实力 到底如何 下到中盘的时候 我主动提出要求大挂 当时的局面是 我们是属于没法看的局面 他又希望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可以多些推广维企 主办活动的珠海学院 牵头成立大湾区维企联盟 未来会举办维企友谊赛 等世界各地的爱好者聚集到香港 出进海内外维企专才的互动和交流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不得 又是一会儿 稍后回来又有其他消息 回到什么时间 今天是母亲节 不少市民买花给妈妈 又或者一起去到酒楼喝茶 向妈妈表达爱意 在旺角花区 各式各样的花束 连接各个二十四孝子女和丈夫 大部分都是经典影节的 康乃馨和玫瑰 晚餐节快乐 这班小朋友就一起买花 祝她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我今晚会帮她按摩 还有买花给她 还有对她好些 一位男士就买了散装鲜花 为太太自行花心思 制作独一无二的花束 太太喜欢花的 所以花就比较特别 老婆喜欢太阳花 有没有选选选 有 买了 一回去装饰就可以送了 收到花又收到卡 当然要记录这个时刻 有花店说 今年生意啞教 往年多三至四成 不少顾客都更愿意花钱 那些人很热烈的 入到来 其实他们都很热冲 我一买就要买多速 因为很多男士 除了送给太太 又会送给自己妈妈 又会送给岳母 所以那些男士一入到来 就是一开心的了 除了送花 当然不少得 和妈妈撑腿脚慶祝 好感谢快乐 收到很多东西 陈安包 花 喝茶 吃晚饭 很开心 很多个孙 看到孙子就很开心 不用吃东西都开心 酒楼负责人说 早午市生意和往年相弱 但是晚市的定座就明显减少 我预期应该有一半的 但是 现在结果是三分一 是比预期低的 北上 或者刚刚在复活节后 去旅游的消费了 而经济又未复活得那么快 达到四成半我已经满足了 酒楼负责人说 未来六月的父亲节 和端午节鄰近 只望客流量可以回升到 疫情前的八成 无线电视机者 刘慧怡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文 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而房屋局局长何永然 就到沙田和市民一起 慶祝母亲节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在礼賓府和花园组同事 为他的妈妈和太太 李林礼仙准备心意 感谢他们多年来 不辞劳苦为家庭奉献 并且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应民建联邀请 连同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琴等等 到沙田和池村一间酒楼 向现场的妈妈派回简发 不少财客都把握机会 和何永然等等影响留恋 何永然也鼓励年轻生分女性生育 其实做了妈妈都可以再做 再添都可以 我们的居屋有个政策 就是如果在2023年10月25日之后 生了BB的呢 居屋可以入我们的优先里面 可以优先选楼 排着公屋的朋友呢 如果是有小BB是去年10月25日之后出生的呢 其实排工的时间都可以快一年 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也就妇女政策提出建议 例如释放中产妇女劳动力 同时应该尽快落实增加托移中心额等等 也都建议政府制定香港女性发展蓝图 全面审视妇女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軒 内地自主研发 亚洲第一手原统型海上游戏加工厂海葵一号 在山东青岛来港 准备运到珠江口盆地 总重近3万7千吨 相当于近3万架私家车的 原统型海上游戏加工厂海葵一号 星期日早上5点由山东青岛出港 由于海葵一号本身无动力 不能够在海上自主航行 所以要先进行装船 由海面移上半潜运输船 由拖倫牵引的4条交叉纜绳 将海葵一号移到指定位置 两侧5叉需要控制在50毫米以内 但是这个工序已经用了超过3个小时 之后要进行为期3天的看折 才能够正式启航 前往距离青岛超过1200海里 珠江口盆地价流花深水又田 每月满足作业条件的海况仅有3天 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就未精度达到航米级 且过程中不允许发生任何碰撞 技术难度创行业同类装船作业之罪 为了达到海葵一号精准装船的目标 团队第一次在工作中使用自主应用水下定位技术 独立完成技术方案编制 复杂计算分析施工指挥管理等系列工作 助力我国超大圆筒型服饰生产装备 装船拖航技术实现全流程自主化 海葵一号集原油生产 全柱等功能于一体 投入服务之后每日能够处理大约5600吨原油 有利国内深水游汽田高效开发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